汪明荃和罗佳英首次夫妻当上阵拍摄广告 片段中娅姐饰演精明的老婆 善于打理财政 这日Lisa姐和佳英哥一起现身宣传活动的时候 分享他们财政独立之余 更大包接拍广告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合作partner是对方 我不知道有她的 因为我财政独立 我们接工作都是自己的 我自己知道接工作是什么 她就告诉我 又要做什么银行的东西 我说咦 这么似的 又不讲得到 不讲得到吗 因为签了保密 我果然很保密 两个妻子 我也不知道 我还以为大怯了 我们因为大家的东西都是秘密的 尤其是广告的东西 都不可以到处说 我知道她接了一个银行 我说奇怪了 我都在谈 难道不同银行 不同银行 大家一起拍 后来她问你怎么办 你签了约吗 她说她签了约 我还未签了约 我说那怎么办 她说是什么理由 我抢了她了 当然是 是不是抢了我的广告呢 因为没有了 未来他们可能再要考虑一下 结果证明夫妻当是好一点的 最初是找我先 各各找的 她单独的故事 就是这样的 后来不知谈谈 我又跟我那个说 我没有人跟阿姐拍过广告 她说是我跟我那个 天气 天气说的 她又说也好 跟阿姐谈谈 又好像把故事改了 才两个人一起拍 那你多谢你 对吗 我不说你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真的 好 多谢多谢 很忧心 平日口花花的佳英哥 人前人后都很喜欢 讲笑 营造欢乐气氛 即使在严肃的Lisa姐面前 都毫无忌諱 好像开龙雀一样 多嘴 我多嘴 或者原来也有好处 是 不过有时多嘴 都讲很多坏东西 都要小心 你知道就好了 有时冲口而出 讲了就不知道 有时不听大脑 对 平时有没有被她击亲 当然有 提笑皆非 因为刚才我听到你说 有时她说话 你都不知道谁 对 就当她说假 但她也会说笑 难得她会说笑 她以前不是很开玩笑 她现在会认识说笑 批评我 好吗 你这个就是 没有 没有 会这样 不这样 刚才 这些就是 说笑 娅姐除了打扮时尚之外 亦都紧贴潮流 开设社交平台密密新更新 但是她就自觉 在资讯科技方面 不及佳英哥这么灵活 电话真是她叹叹 什么都是她叹叹 有什么微信 有时怎样加入 我觉得很烦 她有时会教我 但她教你当时 她没有说串你 当然说我笨 这么壞 不会 不会 我不想说她笨 我说你聪明一点 行不行 这样 真是说什么 但阿车很聪明 她要懂得摸摸牙匹 那些她那么烦的事 她不会做的 这些她很努力 她天天都要做 多人的工作 我上网上的 我说 喜欢的时间就上下 不喜欢的时间我就不上 她每天都上 所以她保持她的观众量很多 因为我觉得你开了一个平台 你真的不能够不负责任 人家会看 天天都会来看 看你有什么消息 关心一下你 对不对 是不是都要想一下 好 好 好